有什麼potential的估計可以去討論一下 我覺得如果你想追蹤一些大估計的話 一些potential的估計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競爭軟件 一來市值相對上是小的 近期公佈的數據也不差 其中一個主營業務還有一些遊戲業務 第一季的遊戲和其他收入也有升 升到24%以上 它的表現也比大型的遊戲股好 4月也有些版號獲批 見網三元起獲得版號 5月就公測 其實如果這些新遊戲推出的時候 其實這些整體業務不是相對上比較大 如果那個遊戲業務能夠做得好 對它整體業務和公建來說 應該會較為顯著 再加上既然你見到的錢 有些大股 我覺得其實未必會流很多出來的 但是除了大股之餘 那些二三線都開始動的時候 又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這三元件 因為你除了遊戲之外 你辦公室軟件等等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推動的增長動力 很多除了電腦要國產之餘 其實軟件方面 其實我們相信都是國產化的補貨 另外其實也有SaaS相關的 就是軟件職務的業務和概念 所以其實是尋找一些有提升的可能性的話 這張軟件其實都是一種可以留意的股品 當然如果你真的看一個單紙的話 如果是失去升級支持 跌到27.5 或者你回套了金力的升幅的話 轉線來說 不妨你先來觀望一下 你記得到銀市場的氣氛 又好像是回穩的時候 你再去買回去 再不然的話 其實到這個時刻 你去買一些比較高風險類的股份 還有你打算是割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高風險的股份 又可以用一個策略 就是分兩三柱去做 可能你在二嘴敵都可以入一柱 如果你看到它有一個比較大幅度的調整 你才會再存下去 這樣來講的策略可能就會去現場來說 可能你買了一些大科技股 或者一些二三線的科技股 其實都可以用這樣的策略去做 因為始終整體上 我相信氣氛會有些不同 就不同你之前 你再放下去 會不會再不停地沉底 就會有些不同的情況之下 其實那策略就可以有一個轉變了 今天就暫時講到這裡 看看網友有什麼問題 我想說接下來下個禮拜回來的 能不能夠表現繼續強 我相信看著今晚美股外圍的 怎樣做 如果真的做了一差 要去沉底的話 港股藍也會受到一定的壓力 特別是美匯和十年期債職 他也是試過底下 然後又抽回上去的時候 不能夠是一個忽視 另外A股方面 差略不能夠3,300 去到這些阻力 不能夠破得到 其實是一個挺大的 要去留意的一個關鍵阻力